今天呢這個主題有一點點小小的成狀 因為最近的韓國娛樂圈啊 就是有爆發一些事件這樣子嘛 應該有蠻多人都有follow到這件事情 如果沒有follow到的話 PTT的韓星版上面充斥著很多的文章 那我這邊就不再多做解釋跟分析 因為這樣子對於事情其實沒有太大的幫助 而且只會傷到更多粉絲的心而已 所以我今天最主要只是想要跟大家分享 今天你的偶像如果出了事情 然後有一些負面的新聞的話 到底該怎麼樣面對 然後怎麼樣整理好自己的心情這樣子 就也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境啦 我相信很多粉絲看到這件事情 或者是之前出任何的負面新聞的時候 一定都會很傷心難過 一定會覺得說 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為什麼是他 我現在要怎麼辦 我要相信他嗎 又把他的專輯丟掉啊 你會有很多很多的疑問在你的腦海中面浮現 而且你的身邊應該多多少少都會有人 就是跟你稍微關心一下這樣 比較好一點的是噓寒問暖 比較不好的話呢 可能就會有一些酸言酸語啊 諷刺的話出現 接下來你不要在追星了吧 你好好看清楚你的偶像是怎樣的人 你看你喜歡上什麼樣的偶像 類似種種的話應該會出現很多 我真的奉勸就是 如果你身邊有在追星的朋友 他遇到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千萬千萬不要再對他們說這種話了 他自己也知道啊 所以也不需要你來提醒 這種話對他們來講真的不會有任何的幫助 而且他們心情也不會好轉 回到主題 我覺得面對這種事情 沒有什麼12345的步驟啦 因為我覺得最好的辦法就是 把你的注意力從虛擬的網路世界 放回到你的現實生活 不管是你的學校你的工作 你的生活一定有更多 值得你去費心的地方 可能你的生活不是到這麼的完美 因為沒有人可以活得完美 但是一定一定值得你去費更多的心思 而且我真的覺得偶像的崩壞啊 如果是事實的話 他一定會水落石出 所以其實我們也不需要為他操心啦 就是真的是事實的話 那他一定會受到該有的懲罰 我知道這聽起來很冷血啦 而且有些人會覺得說 那萬一我的偶像是無辜的呢 他其實沒有犯這些錯呢 這樣子的狀況 你就更不需要為他擔心啊 因為這個世界一定會還給他一個公道 可能不是現在 但是一定會還給他一個公道 我真的覺得你應該要先擔心你自己 因為這或許是一個警語 他在提醒你說 啊 你應該多為你的生活努力一下囉 我覺得我們應該都要具備一個 隨時能夠從粉紅泡泡裡面抽開的能力 對於很多人來說 追星它是一個心靈慰藉 也有可能是你生活的能量來源 可是你其實要知道就是 這一些都是暫時的 你會長大偶像也會老 遲早會離開這一段 就是為了追星而瘋狂的日子 但我覺得這不是放棄偶像啦 就是至少這些偶像陪伴過你 這一段時間 有那麼一陣子你們是彼此的心靈資助啊 那這樣就夠啦 分享一下我看到消息當下的情況好了 其實我早上起床看到消息的時候 蠻冷靜的 沒有說到 怎麼會這樣子 怎麼會發生這個狀況 然後瘋狂傳訊給朋友什麼 其實沒有 就只是很冷靜的看著手機 我嘆的那一口氣裡面 包含了很多的無奈 因為其中一個人是我高中的時候非常喜歡的偶像 我瘋狂的存過他的照片 還為他開了很多資料夾 也擁有很多他們的專輯 到現場看過他們演唱會 還不止一次 但是可能我一直以來都告訴自己 我要有隨時能夠 從迷媚的身份抽開的這個能力 所以我在遇到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我當下就只覺得 啊 他今天做了不對的事情 那 是該接受的懲罰 我也只能希望他好好的反省 也不需要為他辯解 因為真的於事無辜 所以接著我還是 繼續做我該做的事情 繼續好好過自己的生活 而且前幾天在網路上也看到一段話 他講說 Remember you're a woman First then you're a fan 不要因為罪心而丟失了自己的生活 就這樣 我今天想要分享的其實就這些而已 好 知道很多人面對這些事情 一定都還是很難過啦 就是 希望你們就是 不要 投入太多悲傷的情緒在這個事件裡面 然後 盡早振作 好好的面對你接下來的生活這樣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身邊也有朋友他因為偶像的事情 再難過再傷心的話 其實也可以分享給他啦 希望能夠獲得一點點的慰藉 好 最後就是記得按訂分流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吧 掰掰 加油 真的加油 我知道很多粉絲的年紀還很小 就是這麼快就要面對這些事情 應該很難過 但是 加油 振作